大家好 我們今天想討論一下DROP科的問題 你知道 來到高中 全部人都選擇 你想讀的選修科 有些同學就覺得 現在我讀了 一年 或者一年半 或者兩年 看看你現在的終極 你們覺得一科讀得很辛苦 你可以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你考出來的分數還是很低分 然後你就覺得 算了 現在我們讀不了 還是不如又DROP了 其實 很多人都是想這樣 我們學校也有一個人 都不斷說想DROP CAM 那 我今天 就跟你們分享 雖然我自己的 成績不差 但其實我也有課是想DROP的 你知道 你看到我的影片 和我的Thumbnail 都已經看到了 我想DROP的課就是 中文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中文是這麼多科 裡面最低分的一科 我中文也是42分 但其他科 我全部都說 都70幾 80幾 雖然你低一點 都60幾 中文 唉 現在你看 雖然我也是合格 但是呢 我UT是不合格 還有考試 我卷一 我也是不合格 我是作文卷 我拉回來才合格 所以其實 你看到 我這裡也是寫的 這科 也太難度了 就算我 就算我其他科 考得多壞 我也不會低分 一個中文 然後你看到 那個日期 是1月17號 那麼 在這裡 我下面也有寫的 它就是 下學期 1月16號 到1月26號 期間 你可以DROP 那天 我那天是 1月17號 即是第二天 那天發生了些什麼 就是 有一位同學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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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讀CAM 然後有讀Jogger 有讀女款 還有音樂 他就讀4科 然後他想著 DROP CAM 他拿了這份 然後呢 他就 DROP CAM 然後就想著 拿給 老司 班主任 還有家人 簽名 然後他就DROP了 那 那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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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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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對之 他 我沒有交到 因為 老師 即是 即是 老師又沒有簽名 然後呢 花主任又沒有簽名 沒有交到 那 下學期呢 我呢 還要再來多一次 寫多一次 你先 雖然他 高分了 其實 還是很難的 我還是讀得很辛苦 才能拿到 一點點分 所以 DROP 就是 學生簽名 你先 這段影片 也是 一樣 就是 6月18號 那 就是 這段影片 DROP 他的錯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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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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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說什麼 DROP 這個決定 其實是一場賭博 當你一DROP 那一下 其實你壓上的是一份保險 而你要看你壓上了這份保險之後 最後 他可以換到多少時間給你 而你用這些時間 又可以換來多少進步 例如 你看 天啊 你用那些時間 你換到那些時間 你可以拿到多少進步 就是給其他科目 你看完 平時當這科目都是屎片那樣讀的 其他科目怎麼失守都不可能 好像這科目考得那麼差 那他作為保險的價值就非常之低 你DROP了這一科 其實你損失不是很大 但如果之前你又是花很多時間去應付這一科目的話 就是說你DROP了之後你會換來很多的時間 那這一科呢 你聽到剛才他說 如果你那一科 你讀得不好 你花了很多時間 那你呢 你DROP了這一科 你當然換到很多時間 然後呢 你壓上的保險 其實你也不是很高 而你 以我的例子呢 他就說 那我中文呢 中文我呢 花的時間很多 但其實我的成績都不太好 那這一科也 所以 以他的 邏輯來說 他就覺得 其實我中文這一科也是可以DROP的 在他考慮的話 但還反過來 你本身也是瀉著毒的 啊 壞鬼啊 你這一科也考得不算太差 那這一科作為保險的價值就相對高 你DROP了這一科之後 其實你的風險就會增加 而同時因為你不是放很多時間下去 又或者其實你剩下幾個月就考慮 就是說你DROP完之後 你換來的空間時間又不是特別多 這樣的話呢 你DROP了這一科 可能就不太花算了 不過DROP和賭博不同的 你聽完他說 有另外一些科目 你DROP了 其實 以我的情況就是 Physics、Cam、MQ等 那些我不是花特別多時間溫習的 但是呢 我的成績有效也不錯 其實我真的DROP那些科 我真的會失去保險 不過呢 我沒有想過 而我真的DROP那科是中文 以他的邏輯來說 剛才說了 是真的認同的 我就看一下 下面的人留言說什麼 哪一個呢 他說 其實最真的DROP那科是中文 其實也是 都沒有一代 其實呢 我也很認同 雖然呢 我剛才說 以他的邏輯來說 是 我真的可惜 對 一是 最低是DROP 但是中文 Pixel 4 我覺得讓你DROP 好像是 中文 Ls Ls 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Ls 但其實呢 CSD 都是 差不多 所以 還有 就是 找到 那個人 對 追到 跟蹤 沒有 對 對 他 去外國 可以不考慮 但 他現在不能去外國 還是去外國 所以 沒有辦法 我們 先去 擋到這裡 你看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說一下你對DROP科有什麼感覺 以及說一下你現在可以在高中讀什麼科 有沒有想過你DROP科 或者你可能還在中三 你可以說一下你想選什麼科 今天就到此為止 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